哇塞,生肖蛇同志大喜临头就在近日特喜,五十年等一次,不接不吉利。 生肖蛇的朋友们,你们好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则喜讯,那就是我们的生肖蛇将迎来一场大喜临头的好时光。 2024年这个好时光,可是五十年一次的难得机会,千万不要躺在家里错过了。 首先,让我们来得解一下生肖蛇的特点。 蛇是十二生肖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一个,它代表着智慧、灵性和魅力。 蛇年出生的人,聪明伶俐,善于思考,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直觉。 他们在生活中独立自主,不拘泥于传统,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。 同时,蛇年人也非常有魅力,他们的言行举止总能吸引众人的目光。 那么,为什么说生肖蛇的朋友们即将迎来大喜临头呢? 这要从生肖学的两个方面来解释。 首先,从生肖运势的角度来看,蛇年人的运势在近期将会有很大的提升。 这是因为蛇与龙相合,而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物,象征着权力、地位和财富。 在龙年的加持下,蛇年人的运势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, 无论是事业、财运还是感情方面都将取得丰硕的成果。 其次,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,蛇年人在近期也将迎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 这个转折点可能是一次重要的机遇,也可能是一次人生的新起点。 无论如何,这个转折点都将对蛇年人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蛇年人需要抓住机遇,勇敢地迈出改变命运的一步。 那么,面对这样的大喜临头,蛇年人应该如何把握呢? 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,保持自信和乐观。 蛇年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自信心和乐观精神, 这是他们在面对困难时的最大优势。 在大喜临头的时刻,蛇年人更应该保持自信和乐观, 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实现人生的价值。 抓住机遇,勇敢迈出改变命运的一步。 面对重要的转折点,蛇年人需要勇敢地迈出改变命运的一步。 这一步可能是创业、换工作、结婚或者其他重要的人生决策。 无论这一步有多么艰难,蛇年人都要坚持到底, 相信自己的选择一定会带来美好的未来。 注重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。 在大喜临头的时刻,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显得尤为重要。 蛇年人要学会与人相处,善于处理人际关系, 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。 不断提升自己。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,蛇年人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, 增强自己的竞争力。 无论是专业技能、人际交往能力还是心理素质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。 只有这样,蛇年人才能在大喜临头的时刻把握住机遇实现人生的辉煌。 总之,生肖蛇的朋友们即将迎来50年等一次的大喜临头的好时光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自信和乐观,抓住机遇,勇敢地迈出改变命运的一步。 同时,也要注重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,不断提升自己。 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下, 蛇年人一定能够迎来人生的新高峰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在三十年前,身边的长辈和师长都告诉我们,只要人肯努力,那么我们未来的前途肯定是一片光明的。 那个时候,我们都认为,只要人足够勤奋,就能改变自身以及家庭的命运。 如此,我们便怀揣着一颗奋斗之心走向了社会。 大部分出身农村的年轻人,他们孤身一人坐着火车奔向了大城市,走向了那个充满了未知和机遇的地方。 刚来到城市的时候,我们发现,城市的一切确实比农村好多了,一片灯红酒绿,一片欣欣向荣。 因此,我们便想在城市定居下来,成立一个自己的小家庭。 奋斗了二十来年,大多人都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,有了自己的家庭,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 生活貌似走向了正轨。 可是,我们大多人也都顺利成了为房奴和孩奴,只能在苦海中一直挣扎着,却没有人来度我们。 后来,随着环境愈发变得复杂,经济出现了危机,二胎来到我们的身边,我们的年龄也年长了不少,矛盾的生活一直在持续,它就像一座山,像是要压垮人似的。 上述这代人,就是我们熟知的七零后,他们以勤奋起家,但却因勤奋而世界观崩溃。 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,为何会崩溃呢? 所有观念的崩溃,都是由于环境和自我内心世界相互压迫而造成的。 这样的崩溃,说到底,就是人对于自身的价值产生了怀疑。 在2020年之后,其实大部分的七零后,他们都活得不太好。 为何? 因为所有问题的背后,都是社会危机的迸发。 一旦有危机,最先受到伤害的,肯定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代人。 如今社会,七零后依旧是社会建设的主力。 因为他们正处在不大又不小的中年,也肩负着家庭和社会的重任。 而这些所谓的重任,就是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压力。 他们有怎样的压力呢? 受到环境影响,最为直接的,应该就是他们的工作上的压力。 对于工作,很多人都不理解,七零后奋斗了那么多年,在职场上应该是稳如泰山才是的,怎么会出现压力呢? 如果是层次较高的人,那么他们受到的影响肯定是较小的。 可是,这世上终究是普通人居多。 而大多普通人,他们如今都在失业的边缘中徘徊着。 如果运气好,那他们能在2021年逃离这个边缘。 想想看,连工作都成了问题,那么人打拼多年的信仰,又怎么可能不崩溃呢? 除了工作之外,其实七零后,他们上游老要照顾,下游小要抚养,生活的劳累,简直是到了一个极点。 说到老,就得提到老龄化社会。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,其实现在养老的费用增加了,那么养老的压力也在增大。 父母要养老,靠的肯定是儿女,因为身为儿女的七零后,绝对是那么多代人中较为孝顺的一代了。 可是,他们自己的养老呢?有可能还要靠自己。 不是说养老能靠儿女吗?为何七零后的养老有可能要靠自己呢? 可以说,有可能他们的孩子自己都养不活自己,又怎么可能养活自己的父母,养活自己的家庭呢? 孩子养不活自己,身为父母的七零后,也许还要帮扶他们。 因为社会竞争在逐渐加剧。 在这种竞争的背后,就是多少年轻人对于婚姻和未来人生的绝望。 看看当下多少年轻人选择佛系,选择不婚就知道了。 作为父母,又有谁想看到孩子不婚,看到孩子佛系呢? 如此,他们就会挺身而出,为他们付出,为他们铺路。 七零后一代人,要肩负起三代人的压力,又何谈不崩溃呢? 有句话说得很现实,内有矛盾,外有压力。 经历了这五十年的时光,他们原以为,最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 殊不知,还有更为不义的人生在后头。 人到中年,家庭有矛盾,也许那个二胎的孩子还在上小学, 也许还有房贷和车贷要还。 那么,人又怎能活得潇洒自在呢? 七零后的人生,看起来是先苦后田的过程, 可实际上,田还未出现,苦仍在继续。 尤其是在过几年之后,七零后整体进入了中老年了, 而他们还在为了老人孩子而奋斗, 那么,那时候会比现在更为不容易。 况且,人老了,经历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盛了, 那面对比年轻时更为巨大的压力, 人也许会活得更为不易。 所以说,七零后这代人, 他们将一味心思放在了别人身上, 唯独忘了自己, 也许,这终究是一种遗憾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要多关心自己, 多赚钱,多保重身体, 只有留得青山在,才能不愁眉柴烧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